位于秀林里一处临近野稀的农地 受野稀呼岸建构不全影响 导致遇遇大雨 吸水暴涨都会重入农地 造成民众严重损失 虽然民众暂时用大石块 将野稀与农地来做阻隔 但也不是长远之际 因此民众也来向县议员油耗陈勤 判透过议员的争取下 县福能够给予协助 将野稀呼岸建构完全 缺一招没做 做大雨水都会厌壞 造成很多困惹 自己都用做头来去 如果大水落大雨做风太的时候 怕有火水都厌壞的产业 造成我们的头 一些都没有流失 以及损失 请麻烦管政府 以及相关团队 县议员油耗接获澄清后 日前也邀及县府相关单位 前往实地会刊 游议员也指出 此处野稀呼岸 如不紧速建构 轻则造成农损 重则影响民众生命安全 所以野稀呼岸的建构 可不容缓 也呼吁县府能够重视问题严重性 紧速规划工程建构呼岸 非常感谢南口县政府 还特别来这边共同进行会刊 因为目前来讲 在秀林里这一段的一个 互案的实作是还没有做的 那其实在有时候的大雨期间 或是迅期的时候 其实在就是河水暴涨的时候 都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些财产的一些安全 包括这边大家很辛苦的 种植的一些作物 或是一些农地的部分 都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互案没有实作 而导致这样子的去流掉 那是非常的可惜 而且这个部分也特别要请这个县府 还必须要加快脚步 赶快协助我们的民众 把这个地方的呼岸能够去早点建设完成 那也确保大家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 议长和尚丰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民众生气问题 紧速规划工程将野稀呼岸建构完全 避免日后吸水暴涨 再次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